你好 欢迎收看5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莲县议会第20届第一次定期大会进行到第4天了 而新科议员林平养殖询师对193县桥梁问题 科技执法 夏季水产养殖 以及文化促进地方观光产业等问题 与县府各局处是提出质询 值得一提的是 寿风乡是黄金县养殖专区 去年夏天遭遇到天气高温 使得许多黄金县养殖水池的水温居高不下 没有活水的注入降温 而今年更是只有一口示范井 要如何来因应协助农民度过夏天 将成为关键的课题 县议员林平养在县政总质询中 对于193县桥梁安全受风东西向道路自学火车站 未来的规划 科技执法 夏季黄金县养殖专区 深水井不足考古博物馆与地方产业结合等议题 进行质询 193县在山区的部分 有四个桥梁非常的老旧 分别是中桥 校桥 人桥 还有米站桥 这个桥梁也可以说是日据时代在打造的 老旧的一个工法 那其实也非常的一个危险 那请问我们建设处这边 那是否有已经下乡 那下去了解 那甚至来规划了 那这几个计划呢 我们也很积极的向这个交通部 来想要争取改建的计划 在这个4月17号的时候 这个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跟这个交通部部长来的时候 那我们也这个跟县长 我们还有这个傅君旗立委 我们当面也向这个交通部部长来反映 这几座桥梁应该要办理改建 收封箱水产养殖专区约有400公顷 一直有缺水的问题 在缺乏活水注入的情况之下 炎热的夏天太阳曝晒下 水池高温无法降温 如何因应并要求县府农业处 拿出实际的作为来协助养殖业者 收封箱有400公顷的这个养殖户 那目前只有一个示范的一个宽口井 显然对于我们地方的一个养殖户 水源的部分一定非常的不足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要求农业处在会后 那也一定要下乡来了解 这个缺水的一个问题 才能够协助我们实际养殖户 遇到的一个困难 水没有流动之中 那个水就像热的滚水一样 我们的黄金弦都变成 拿起来以后里面是空壳 甚至是我们的台湾雕 台湾雕整个都浮上水面来 因为实在太热了 没有这个水源的一个协助 那导致我们这些养殖业者 非常的困扰 他也对于寿风箱考古博物馆 目前的实际运作 是否能够与地方协会合作 创造在地的观光旅文文化之旅 进行意见的交换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注入新的一个元素 我们传语文化的一个部分 那也能够融入在里面 好比说我们这个亲子的一些活动 还有我们宝宝三大节 迷越 那杜济 以及抓州 都希望能够融入 我们考古文化馆 这个馆内的一个方向 希望我们文化局 在推动各项活动 那也能够带动 地方的一个商机 好比说我们的游览车 行经的一个路线 到达定点以后 那如何将我们的这个游览客 带进我们的村庄 那一方面也介绍 我们村庄特色的一个店家 也能够带动我们店家的一个经济 最后他也对于 寿风乡铝鱼潭的红面鸭活动 未来是否能够再次的吸引游客的青睐 提出质疑 以及社会处亲子管 未来的规划 经费来源土地的取得 希望县府各局处事 能够落实政策的执行 以及推动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导